大家好! 你在看的是馬家貓的頻道 今天我們帶大家來最後一天開放的 香港歷史博物館那裡看一看 今天來到博物館參觀的市民很多 究竟他們是不捨得歷史博物館 還是不捨得香港呢? 經歷今天之後 香港故事這一個展館 將會關閉兩年作出更新 很多市民都擔心 重開之後的香港歷史博物館 究竟還有多少香港故事在裡面呢? 今天不如就讓我和大家一起看一看 香港歷史博物館 見證著這個歷史的最後一頁 在第一兩個部分裡面 會見證到史前的香港 有很多不同出土的一些文物 再走下去 我們會見證到香港 在不同朝代裡面的一些發展 這個表 見證著中國在不同年代裡面的演變 究竟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後 又會是什麼呢? 明代的香港 原來已經有村民在耕田和捉魚了 而九龍寨城 亦都原來是一個主要的軍事交賽 十九世紀的香港 總共有四大族群 他們包括是本地 客家 水上人 和復老 這個就是做蝦糕的工具 本地人 本地人和客家人 以無農耕種為主? 相反 水上人和復老 就以捕魚葉為生 看見這一艘飯船 我們又怎能忘記 香港從前只是一個小漁村呢? 碧塔 痴塔 對本地人來說 非常之重要 每逢大時大節 本地人都會在痴塔裡面吃盤菜 和進行一些祭祀的儀式 这个是传统迎亲的时候的一个对列 和现在没有变的都是一样这么热闹 一样这么多人 新娘出门的花轿都是会用布遮住的 免得见到一些不开心或者相冲的事物 如果我们都可以好像新娘那样 遮住自己就当看不到一些不开心的事 大家说多好呢 来到客家人的家里 你会见到窗户特别小 原来作用是用来预防盗策 原来在那个时候 人和人之间的信任就已经这么差了 无论生活多么困苦 都总是需要有娱乐的 以前的人是这样 现在的人都是一样 无论省思 抢包山 还是看神功戏 总会聚集了一大班人在一起 不会像现在的娱乐那样 很多人自己一个 拿着电话 拿着iPad 看着YouTube 看着这条影片 只可以说 这些就是时代的演变 接着我们再看看 由鸦片战争开始 到香港开放日渐时期 到回归的这段历史 鸦片战争对香港影响得很深远 就是因为鸦片战争促成了南京条约 当时的大清政府 割让了香港岛给英国 香港正式成为英国的殖民地 有时我都会想 既然香港岛已经是正式割让了给英国 为什么英国政府还要还出来呢? 我仍然是在这里 我仍然是在这一场 的缩丝战争促成 我仍然是在那一场 那种缩丝战争促成 的缩丝战争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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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英時期的郵筒現在在街道上已經見不到 不知道兩年後重開的歷史博物館 還容不容得下這個郵筒呢? 小時候每次走過重門深鎖的檔舖 我都會伸個頭進去看看 想不到這些檔舖都即將成為歷史 由八指櫃的藥材變成今天一粒粒的藥丸 究竟人在進步還是在退步呢? 這裏又會見到由戰前成立到現在的華人中學 看過不少都是一些主流的名校 其實是否也是告訴我們 有實力才能生存得久一點呢? 日本一個令人又愛又恨的國家 很多上一輩的人很討厭日本 叫他們日本仔日本仔 而很多這一輩的人卻又很喜歡日本 覺得日本是自己的家鄉 究竟這些是不是就叫代溝呢? 時間是過得很快的 我們又要看一下現代的都市了 這些珍貴的片段 你又看過沒有? 由一個小漁村發展到今天經濟繁榮的一個都市 其實香港都經歷了很多很悲慘的故事 在那些集中的宿路上 在那些人的建築時 然後換上一輩子 在那裡 那裡 在那裡 在那裡 小時候都有玩過的這些西瓜波 想不到在歷史博物館裡面會見到你 曾幾何時香港製造就等於信心保證 香港製造這個招牌究竟還捱不捱到下去呢 這裏是全國博物館最多人拍照的地方 看來香港的市民真是很懷念殖民地的色彩 很懷念英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八九六四的大遊行 這張照片我相信只可以存放於大家的心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現場很多人看這段片看得很感動 不知道你又有什麼感覺呢? 在末代港督彭定康這一下揮手之後 香港正式回歸中國 再見啦 英國 多謝你們 明天 究竟是未來到 還是已經過了呢? 五十年不變 五十年不變 麻煩你要記住這一個的承諾 喜歡這段片的朋友 你可以給個like我們 share給你的朋友 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要一起記住歷史的真相 來搬 我們就先知道 剛才掌聲 嘍